第十四章 安慰門徒的心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我往那裡去,你們知道 哪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馬對他說 主呀,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 怎知道哪條路呢? 主為道路,真理,生命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肥力對他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肥力 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 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麼說 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在父裡 負在我裡面 負在我裡面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奉我的命 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子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命 求什麼 我必成就 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應許賜保衛師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 一位保衛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聖靈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裡面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盜你們這類來 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 我在父裡 你們在我裡面 我也在你們裡面 愛主的 必遵守主道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 愛我的 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尤大 不是家略人尤大 問耶穌說 主啊 為什麽要向我們顯現 不向世人顯現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們所聽見的道 不是我的 哪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 時候 以將這些話 對你們說了 但保衛師 就是父恩我的名 所要猜來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 我去 還要到你們這裡來 你們若愛我 因我到父那裡去 就必喜樂 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 我預先告訴你們 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 就可以相信 以後 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 因為這世界的黃漿道 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愛父 並且父怎樣吩咐我 我就怎樣行 起來 我們走吧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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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